我是在表演队的脚下 掉中但是没有人 哇 又浪费掉一次机会了 这边反倒是让香港队长驱直舞 到前场一个反击 快攻 香港队在上一场 队上中华队比赛当中 已经展现出他们 这种过半场快速反攻的一个实力 22号的卓卓 这场比赛在 相当成功的巩固了香港队的后防 而且由于这场比赛 感觉上北韩队在 前场的压力 并不是特别的大 感觉上卓卓已经开始往中场来 推进了 用平手的话 如果说打平的话 对香港会比较有利 比较有利 非常的有利 要靠12码球来碰运气的话 香港队等于是赚到了 对 对上一个 已经进入到世界杯的国家 香港队踢起来 这边又有选手倒地 可能要送出场外来休息 似乎有点架拐子的嫌疑 主力的攻击手 但他也知道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千万不能够下场 撑一下 撑一下马上要赶快回到现场 趁这个时候喝点水 休息一下 这场比赛 多嫌有一点软弱 对 这个很积极 比较不像他们在防守上面那么强势 有进过的机会 但是被破坏掉 好 好 这一球 都没有走动 真的 没有拉开 没有走动 可能像大家都站在自己 想要站的位置 然后就不动了 但香港队这一边在后方的 右位的陷阱上面做得也相当的彻底 没有让北韩队友 太多进入到禁区的机会 再掉到前场 哇 这个大脚直接 朝门前河去 稍微偏了一点 这边香港队马上要掉上的是9号 足球先生 李威廉 上场比赛是 香港队 率先 活泼压蛋的 主要的攻击手 这场比赛 你看李威廉 换上场之后 换下的是 16号 梁正芳 梁正芳 梁正芳也是 香港队的攻击手 主要的箭头在这场比赛 再踢的是 中场 换上了李威廉 看看能不能增加攻击这个强度 还 还增加大概12分钟 还想换一下前锋 然后增加他这个 因为 刚上场的体能状况会比较好 需要能够对北韩的后场再继续加压 对 抓住这种反击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逮到 然后 几次北韩队的失误 22号的卓卓 后场的指挥杆 弯到目前为止 表现的真的是可圈可点 后方的部署的 非常的严密 非常的严密 非常的成功 让北韩几次想要突破都没有办法成功 而且都被挡在他的脚下面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越来越接近 中秒 双方彼此都还没有办法 能够有有效突破 7号的陈兆齐 刚才倒在地上 出场休息之后 马上又回到了场上 稍微喝了几口水 不敢休息太久 北韩这边的门将 还是李明国 188公分 相当高大的身材 这场比赛感觉上 北韩想要把 比赛推进到 最后的12码 如果要靠点球来比的话 事实上是 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现在两队 希望能够在最后 这10分钟的时间好好掌握 香港队这边加入到底威廉之后 在前半段的攻击的攻势 看看能不能够再加强 你看看 北韩大军压进 都压到半场这边了 但是他的方法还 不是很有效 这边 差一点发生失误 虽然推进了 香港队的半场 但是他的 这种方法还是 太简单 效果都没有出来 是 这边侧面要 非常小的一个角度 要来射门 还是挡在 22号卓卓的脚下 卓卓的这个反应和判断真的是 相当不错 因为以前是柯麦龙青年代表队的 柯麦龙的青年军 来到香港踢球 明显增加了香港队的实力 中场这边李威廉 明显被拉到想要要犯规 好相当这个 刚才我们有看到 在这个 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 北韩队跟香港队这边 两队之间的一些 攻守之间 可以明显的感受出来 香港队这边相当的积极 但是在北韩队这边 他整个一个 攻击的 一个气势 还有进攻的一些模式 都还没有办法抓到 对 反而是香港队 这个 几个组织的 中场组织的 短传 做得非常好 短传方面做得很成功 其实香港队这边 只差最后一集 好这边黄牌 北韩队这边 吃一张黄牌 这是14号的 蒲永赫 再跟卓卓 两个人一对一的较量 上面吃了一点亏 好这边卓卓吃了 一张黄牌 防守的 防守 北韩队14号的 蒲永赫的时候 这个要注意 犯上了一龟 这个要注意 也是在 进区前面 这样就是 北韩队的 自由球的机会 北韩队下半场的 第二次自由球的机会 看能不能好好把我 人家人太多了 人家人太多 你们少一个 这边被人家给挡了出来 直接踢在门墙上面 进到了香港队的门将 卓博拳的手上 这个自由球感觉上来也不是非常有攻击性 香港队现在有李维延在前面 26号的 哇 这个曹鹏飞的 脚稍微有点超之过急 太急了 因为 人接应不上 想要直接攻门 但是 左翼根本没有人跟上来 还有最后这几分钟 香港队要 要留意一点 好好的把握 对 要好好的小心 对要留意一点 毕竟北韩队在前前锋的攻势上面是有一定实力的 双方目前仍然是一个零比